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第九章我们看见 耶稣如何翻转了保罗的生命 保罗以前名字叫做扫罗 那第十章我们就要看见 上帝怎么样进一步也来翻转 或是扩张使徒的生命 这位使徒就是彼得 十七节彼得心里正在猜疑的时候 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 就是彼得他祷告的时候 上帝让他看到一个异象 从天上垂下来一块大布 那这块布里面装满了各种的昆虫走兽 里面有很多根本不能当作食物的昆虫跟走兽 竟然上帝三次对他说 把他们宰了拿来吃 彼得吓都吓死了 他说这些不洁净的怎么可以吃 然后三次之后 这个上帝就把这个布收回去 彼得就又回到了现实的这个世界里面 那所以彼得心里正在猜疑这是什么问题 这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 这时候哥尼流 他从北边的该撒利亚所拆派来的 那三个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 是削皮匠西门的家 我们已经谈过了 彼得其实已经有点小突破了 因为他住在约怕削皮匠西门的家 而一般犹太人认为削皮匠的工作是不洁净的 所以彼得算是已经有点突破了 但是上帝要给他更大的突破 要他到外邦人的家里去 这个是更大的突破 因为犹太人是不会到外邦人家里去 因为他们认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 比削皮匠还要不洁净 那这些人在门外 十八节就喊着问 有称呼为彼得的西门住在里面 没有啊 因为哥尼流在祷告的时候 也看见异象 天使吩咐他去约怕 请一个称呼为彼得的西门 来到盖撒利亚的这个哥尼流的家里面 把他接过来 十九节彼得还思想 刚刚那个大步的异象 然后忽然有人在问说 有没有一个人叫彼得啊 所以圣灵就向他说 有三个人来找你 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 不要疑惑 因为是我猜他们来的 这怎么会不让人疑惑呢 就如同第九章 耶稣要好门徒亚拿尼亚去为大坏蛋扫罗祷告 当然疑惑啊 就如同彼得刚刚在看那个大步的异象的时候 上帝今天要要他把不洁净的昆虫跟动物宰来吃 他怎么会不疑惑呢 可是呢 这时候圣灵说 你就跟他们三个人去 不要疑惑 你就跟他们去到外邦人的家里 不要疑惑 于是彼得就下去见那些人说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 你们来是 为什么缘故呢 他们就说 百夫长哥林牛是个义人敬畏神 为犹太通国所称赞 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 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 如果没有圣灵刚刚的提醒 说不要疑惑跟他们去 不然的话彼得一听一定是拒绝啊 怎么可以到这个外邦人的家里去呢 但是因为圣灵有吩咐 所以呢 这个彼得就不疑惑 他就同意了 二三节 那因为天色已晚 所以彼得就请他们进去 萧皮匠西门的家住了一宿 所以那天晚上在萧皮匠的家 真的很有意思 有这个使徒彼得 又有这个从哥尼牛那边来的三个外邦人 还有被一般犹太人看作这个做不洁净工作的 萧皮匠的西门 还有他们的家人全部都聚集在一起 其实这个蛮好的 因为其实教会就应该是这样 从四面八方就像那块大布一样 四面八方各种不同的昆虫啊跟动物 其实都代表都要被神洁净 不管他以前洁不洁净 只要神洁净他 他就洁净了 只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他 他们信了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 他们就都是一家人了 可以住在一个屋檐下 好 次日他们就起身和他们同去 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 也跟着彼得去 把这些弟兄人真好 因为他们也不知道 到底去有没有发生什么事 特别是到一个百夫长家里 所以他们就陪着彼得一同去 然后呢 走了一天的入城之后 所以又次日 所以代表一段距离 他们终于进入了盖沙利亚 而这个时候呢 哥尼柳早就已经邀请了他的亲属 还有他的密友 就是他知心的一些亲近的朋友 来等候彼得他们来 彼得一进去 哥尼柳就立刻迎接他 扶扶在他的脚前 拜他 哇 彼得就立刻把哥尼柳拉起来说 你起来你起来 我也不过是个人啊 我不是神 你不可以这样来拜我 那彼得和他说着话就进去 看见有好多人都已经在那里聚集 所以呢 彼得就对他们说 你们知道 犹太人跟别国的人亲近来往 本是不合理的 不符合犹太人的规定的 但是因为神已经指示我 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 而不洁净的 所以我被邀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 现在请问 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 哥尼柳就说话了 他说前四天 这个时候 就是生出的时候 所以代表现在也是差不多下午三点的时候 我在家中守着生出的祷告 就是说哥尼柳拉正是一个 按照这个犹太人的祷告的规定 在这个下午三点 他也会进行固定的祷告 那代表哥尼柳他都遵守律法 而且他也是一个 大量帮助贫穷的人 在神的面前是一个虔诚的义人 他说他在家里面 就在那边按照规定的时间 就在那边认真的祷告 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 站在我面前 就是天使 说哥尼柳你的祷告 以蒙上帝垂听了 你对贫穷人的周记 也达到神的面前了 以蒙纪念了 所以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 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 他住在海边一个 削皮匠西门的家里 所以我立刻打发人去请你 你来得很好 现在我们都在神的面前 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 柯尼柳说我们就是等你来 而且我把我全家都叫来了 还有我这些最好的朋友都叫来了 我们现在都一起 不论是你这个犹太人 还有你带来这几位犹太人的基督徒 以及我们这些所谓的外国人 外邦人我们现在都在神的面前 请你来告诉我们 上帝要透过你吩咐我们的一切话 我们都必遵守 必遵行 哇这个格林柳真的是 非常的敬畏上帝的一个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真的是你不偏待人的 主凡是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 所洁净的 信靠的主耶稣基督 施加救恩大脑的人 在你面前都是洁净的 主我们看见格林柳 他和他的一家如此蒙福 他信靠你敬畏你 他遵行你的话 行各样的善事 讨神的喜悦 主你就纪念他 让他成为在教会历史里面 第一个 第一个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名下的 外邦人家庭 主啊这真是何等大的恩典 谢谢耶稣 主啊你纪念他 主啊也纪念我们 我们也效法像格林柳一样 对主的顺服 在祷告里面 主如果感动我们什么 我们就去做 没有推辞 如同格林柳在祷告中 神感动他怎么做 他就立刻去做 没有推辞 就必然得着上帝的祝福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主啊